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展示科技 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杨迅 从飞天梦到神舟飞天 几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放弃 用各种技术手段 对宇宙奥秘的探索 那为了实现星际旅行 人类也一直努力着 那像我身旁的这款种菜机 就是能够为以后星际旅行提供便利的 这款适用于未来的种菜机 其实是一款全自动的家用阳台种菜机 虽然说它的占地面积 只有一平方米 但是它的种植面积 却达到了四平方米 水培作为一种植物无土栽培方式 主要采用营养液代替土壤进行植物培植 老师 老师 太空上的植物会有营养吗 太空上没有水 植物可以生存吗 太空上睡着的植物真的好吃吗 小朋友们 不要着急 在太空当中植物也能够正常地生长 那这款种菜机内置了LED植物生长灯 可以充分模拟照射在地球上的太阳光 即使在没有阳光的时候 也能够对植物进行补光 促进植物的生长 当然对于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和营养 我们也不用担心 这款种菜机可以根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 来配备营养液 营养液当中就包含了钠 钾 钙 等等了 哇 当然了 内置的智能的补水系统 也能够根据植物生长来灵活的设置 喷水时间 喷水时长 还有喷水的次数来保障植物种子 能够有氧分 水分 氧气等等 哇 智能种菜机 让在由钢筋水泥构建的 城市森林里面 种植蔬菜成为现实 为人们提供 绿色生态有机的蔬菜 让大家在城市里面 也能够体验到 从种植到收获的田园之乐 同时更是以后航天园 营养补给的重要保障 助力航天向未来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新型防伪印章 盗用印章防不胜防 印章太多 十分难找 这是假章啊 传统印章 难辨真伪 展示科技 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杨迅 盗用印章 司科假章 不仅扰乱了正常的 合同流程和司法程序 也对整个社会的 信用体系产生影响 而传统印章又存在着 安全性差 易伪造 印记 无法溯源等问题 那有没有一款印章 可以有效地遏制住这些情况呢 我们来找找看吧 传统印章就是一张一印 用起来很费劲 动马印章 一张多印 每印必加码 方便 来防伪 现在我拿着的这个 就是动马印章 其实它是一款 微型的旋转打印机 与传统打印机 水平打印方式不同的是 它是通过旋转的方式 来实现噴墨打印 通过云平台的审批 就能够对企业 或者机构内部 以授权的工章及业务章 实施盖印了 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识别 印章印记真伪的时候 更加容易 更加便捷呢 奥米就在防伪动马 每次使用的时候 系统都会自动匹配生成 唯一的防伪动马 同时通过手机 对防伪动马进行扫描 还可以查看什么人 什么时候在哪儿 使用过印章 以及原始的盖章文件 彻底解决印记 无法溯源的难题 真正做到文件 印章防伪动马 一一对应 除此之外 这款动马印章 还具有异地同时盖章 远程审批 实时监控等众多功能 真正为提升印章的安全性 起到重要作用 在电子签约中 使用带防伪码的动马印章 将电子合同打印成纸质版 也能通过扫码 实现印章防伪的功能 真正实现物电一体化 内置了加密模块的 动马印章 与云平台之间 有着安全可靠的数据传输 每次盖印都生成 符合国密标准的 唯一加密码 盖印后的印记 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加密存证 我们研发动马印章的初衷 就是想通过我们的技术 彻底地消灭甲账 让造假人无价可造 让用假人无价可用 我们更希望通过产品 为我们国家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也能尽一份联薄之力 无论是企业间合同签署 政府等行政机关的文件签发 还是银行的通知发布 各种证件证书 各个行业领域 印章的安全性 便捷性 至关重要 动马印章不仅为印章贴上了防围码 以为创造更加安全公正的社会信用体系 保驾护航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建筑房所新涂料 是否居住 您合得的 整理 工 原来 优优 男 很 为什么它安然无恙呢 因为锅底刷了特种防火涂料 展示科技新创与新产品新发明 大家好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家宝 刚才的那个神奇的实验呢 它的防火秘密其实就是一种特种防火涂料 今天呢我们就去一起见证一下它的神奇 现在我来到了国家建筑防火产品安全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稍后科研团队会将涂上7毫米厚特种防火涂料的钢梁送进耐火炉里 目的是验证在1100摄氏度高温环境下 被火焰持续灼烧两小时的钢梁是否会发生变化 这个钢梁在持续的膨胀 外面的这个厚厚的这一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保护层 这个厚厚的保护层到底是什么 钢梁表面使用一种还氧无溶剂特种防火涂料 一旦所属环境着火涂料层就会快速膨胀数十倍 形成厚厚的泡沫碳质保护层起到隔热作用 防火涂料配方中设计了可随温度升高的T度多重补偿反应体系 当上一层碳质层失效 下层涂层可迅速跟随膨胀 使碳化膨胀层永远保持安全厚度和导热系数 维持稳定的抗火隔热的效果 抗火隔热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旦发生火灾 火灾现场温度会逐渐升高 钢梁的温度也会随时升高 一旦达到临界点538度 钢梁的物理性能会迅速下降 这样就会造成建筑物的垮塌 它的作用就是保证钢梁在火灾中温度始终低于临界点 特种防火涂料在特种火灾面前 树立了一道坚固的防护盾 在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 也让众多的特种设备一定程度上免受火灾影响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安全感